凯米台风造成不少地区都有淹水惨况 许多民众还在整理家园 为协助民众灾后重建 平路县长周春敏召开灾后专案会议 则成县府团队跨局处整合协助乡亲 并宣布平县专案加码住户淹水救助 淹水50公分以上家户 从原本5000元加发至15000元 针对我们这次因为凯米台风的受灾户 家里的淹水如果超过50公分以上的呢 县府这边会提到我们的补助金 从原来的5000到15000元 那另外再加上中央的20000元 还有针对中低收入户的10000元 所以呢大概希望能够稍微弥补大家 因为这次的台风所受到的损害 平东县政府占案加码 淹水50公分以上家户 加发至15000元 加上中央补助可获35000元 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央加发至3万元 加上平县专案淹水救助15000元 共可获得45000元 此外目前平东县农业灾损 以列为全品项救助 包括农产续产在内 县府近日已通知各乡镇事工所受理申请 那另外在农产的损害 还有这个畜牧养殖的损害 那这个中央农业部都已经公布 屏东的不分屏项都可以列入这个天然灾害的一个救助 县府表示水利公务等局处已全面盘点灾损向中央争取经费 尽速修复改善 社会财税农业等局处则针对各项救助和税务减免 从宽从速从检办理 特别提醒民众 过去民众所提供受灾相片 常发生难以辨识的情况 建议拍照时可配合卷尺测量淹水高度 就算淹水退去也可以拍摄家户内墙壁淹水痕迹等 以利认定 令相关税务减免房屋税为地方税 若民众通过淹水补助 县府财税局会依据资料进行勾击静字截免 所得税为国家税收 则需由民众自行举证向国税局申请办理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